心动的信号5开播后,观众都在评判谁是最帅男嘉宾,谁是最美女嘉宾目前观众的反馈是,最帅男嘉宾薛哲阳,就连女嘉宾都对薛哲阳格外关注。 至于最美女嘉宾倒是没什么话题,最受欢迎的女嘉宾却是王秋矣,稍微有人气的是李婉倩,明明李念双玉是最好看的,为何观众不喜欢她呢? 首先李念双玉有点太装了,观众是喜欢比较甜美的女生,李念双玉一开始也是以甜美吸引关注的,但是初次见面时,你就会发现李念双玉的甜美可爱像是装出来的,观众不太喜欢长相无公害,但内在感觉比较有信任的她就像一个猎人,只要锁定了目标就生怕被别人抢去,甚至看别人的眼神都怪怪的。 第一期节目三个女嘉宾都围着薛哲阳做饭,形成了厨房修楼场她没怎么做事,还硬要带围裙李婉倩一直在做事,还把围裙让给她结果她就在边上看着,围着男嘉宾转明显就是想吸引注意力,在集体里别人都在做事。 她厚着脸皮在边上看着又不做的实在不太好,要么就主动一点做一些事,要么就别在厨房呆着,其次把自己当成公主,李念双玉不管是要围裙还是摘围裙,都要人家给她递人家给她戴,甚至还要人家给她放好她还一句谢谢都没有,也没有说一句我自己来就好了,感觉她来这个节目就定义自己为公主了。 她说话也比较软萌,实际上在眼神方面又出卖了自己,感觉她适用琳娜贝尔的头像,提前给自己披了一层天然无公害的保护色,实际上性格很强硬,被她喜欢上的男生都比较惨,尤其是和张根源稍微熟悉之后,毫不客气地对她为了获得薛哲阳的关注,还贬低张根源这点是最不好的,最后保情管理不够好,黄秋一和李婉倩的表情都是很好的,哪怕遇到尴尬的事,也能为她做事,她说话也比较软萌,实际上在眼神方面又出卖了自己, 用笑容缓解,李聂双玉就是把情绪写在脸上,第一期节目播完后,我明显感觉到她不喜欢张根源,对薛哲阳特别在意,感觉如果节目组安排她和张根源约会或者和郭浩然约会,她直接会甩脸子的那种,看起来有心机又不太友好的样子,我看恋宗这么久无法抵抗甜妹的魅力,但李聂双玉给我的感觉还真不是甜妹,顶多是长得甜性格很解的那种,后期她稍微内收一点不说那种, 不说那么多话,不做那么多表情或许能收获一波好感吧,心动的信号舞中,六个嘉宾其实都挺优秀的,李聂双玉在颜值上虽然赢了,但她的性格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,不然就会成为这一季被忽略的最漂亮女嘉宾了,你如何看待心动的信号舞中的李聂双玉,觉得她的性格怎么样?